把红薯放入绞肉机里面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美食 一位农村的大爷就是靠这道美食 在上海一年买了三套房 走上了人生巅峰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红薯的皮去掉 再清洗干净 然后把红薯切成滚刀块 全部切好后 给它放入绞肉机里面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清水 盖上盖子 把红薯打成护状 这里尽量多搅拌一会 红薯搅拌得越细腻 口感越好吃 最后搅拌成像视频里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搅拌好的红薯糊 装入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打入一个本科毕业的鸡蛋 再加入三颗的酵母粉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完全融化 然后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加入面粉 这里咱们用普通的白面粉就可以了 面粉一次性加入会成坨 所以要少量多次的加入 这里我分三次 一共加了200克面粉 大家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比例来加入 记不住的朋友 可以先收藏起来 搅拌至完全看不到干面粉 像这种粘稠度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 把它放在温暖的地方 醒发30分钟 看一下 这是醒发好的状态 面糊的体积明显变大 而且里面还有蜂窝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少许的葱花 再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电饼铛 倒入少许食用油 用小刷子涂抹均匀 然后把搅拌好的红薯面糊 慢慢地倒入锅中 再用铲子平铺均匀 表面撒上一些黑白芝麻 点缀增香 再刷一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先烙三分钟 时间到 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再把红薯饼翻一个面 盖上盖子 再煎三分钟 最后把红薯饼煎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回弹 就说明熟了 接着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 红薯大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的口感软糯香甜 营养又美味 大人孩子都特别地喜欢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